与叶悠悠一起共唱《赤楚未来无限可能》 快来解锁专属你的春夜天童大片 一键参与鲜鲜鲜好礼 家人们,春天都给孩子吃青豆 三四月份的青豆最为鲜美 今天用它搭配上三颗鸡蛋 来给大家分享一个神仙吃法 全城只需搅一搅,十分钟就出锅 味道鲜美超营养 孩子两三天就想吃一次 嗨大家好,我是小苏 春天就是要吃一些食令菜 这两天的青豆超便宜,一块钱一斤 可以多买一些放在冰箱冷冻保存 随吃随去很方便 锅中水开来上少许的食盐搅拌溶解 里面加入了食用油 我们在给青豆焯水的时候 可以锁住青豆中的营养 避免营养流失 加入食盐,可以使颜色更加翠绿 利用焯水的时间 我们先来准备一根胡萝卜 先给它消去外皮 胡萝卜中还有丰富的糖类挥发油 尤其是胡萝卜素 维生素的含量非常高 平时可以多给孩子吃一些胡萝卜 胡萝卜一定要给他吃的这种碎碎的 先装入到一个大点的盆中 然后准备上一根小香葱 有点葱香,非常的好吃 火腿肠呢,就切成这种小盐片备用就可以了 所有的食材处理完毕 青豆焯水两分钟之后就已经熟了 全部浮在水面上 焯熟之后,颜色会变得更加的翠绿 趁热捞出,放在盆中 然后往里面打入三颗鲜鲜的土鸡蛋 青豆中也是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还富含不饱和脂肪酸 以及大豆磷酸 营养价值也是非常的丰富 搅拌均匀之后 我们加入一小勺食盐 适量的白胡椒粉 少许的松鲜鲜增加鲜味 再次把调味料充分搅拌均匀 就可以往里面加入一小勺的面粉 面粉不用太多 主要起到一个粘合的作用 如果在搅拌的过程中发现太稠 可以往里面加入适量的清水 或者是鸡蛋 搅拌成这种酸奶酱即可 准备上一口平底锅 用喷油壶喷上少许食用油 先不用开火 咬上一大勺的面糊 给它摊平酱 撒上一些黑黑的白芝麻增香 然后再摆上好看的火腿肠装饰 火苗就开里面最小圈的 煎上一分钟之后 可以定型了 翻面 再继续倒上半分钟 一道非常好吃的营养早餐 青豆鸡蛋饼 我们就做好了 趁着春天青豆大量上市 爸妈们一定要给孩子做这款青豆早餐饼 春天也是万物生发的季节 都给孩子补充一些维生素 从准备食材到出锅 也就十分钟的时间 一口下去 青豆绵软 饼子又嚼劲 这可比包子油条健康多了 妈妈们快试试吧 下期见 下期见